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思维回来啦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拆我的双十一包裹 我从来没有录过双十一包裹拆箱的视频 因为每次收到会议之后,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打开 然后这一次呢,我非常艰难的忍住了没有去拆开他们的冲动 想说录这期视频跟大家一起来拆箱 然后一起来感受一下开包裹的乐趣 我目测了一下,我现在这边的包裹少说也有三十个吧 那有一些呢,我是已经拆开了 因为里面的东西我拿出来用 但是我的那个快递箱还没有扔掉 所以让我们假装是第一次拆开 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吧 首先呢,是一个这个箱子 我已经把它打开了,拿出来用了 这是我买的那个面膜 开快递的刀找不到我 所以只能用剪刀,超级的麻烦 买了一些可富美的这个面膜 因为我皮肤特别敏感,总是容易过敏啥的 然后这个可富美的 类人胶原蛋白敷料 我用这还蛮喜欢的 它就是很温和,然后舒缓镇定的感觉 这个反正就是我的家中必备的囤货 还有两盒这个敷清的面膜 这个面膜我也是用了很多 我就是会在我的皮肤有一些长痘痘 然后长一些那种小红点的时候敷上它 我觉得它是有一些消炎,然后镇定的效果 这个呢,是一个小的箱子 这个是 好多垃圾啊,这样拆完快递之后 买了两瓶宠物的除臭酸物 这个是来喷猫砂盆的 我也是第一次买不知道它的除臭效果怎么样 然后在这里写的是植物成分99.9% 消臭抗菌 虽然猫砂是有香味的 可以就是有一定的除臭功能 可是短短每次上完厕所之后 我还是觉得很臭很臭 每一次我给它蚕食 都是要屏住呼吸才能去做这件事情 要不然真的是无法 那么可爱的小东西怎么会 变变那么臭呢 我真的想不通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效果好的话 之后再推荐给各位蚕食官们 下面呢是一个小盒子 这里面是 前面的这些都是我已经把包装打开过了 后面还有一些是没有拆包装的 这个就是我最爱的眼唇卸妆水 这个真的是我用过最最最好用 然后性价比最高的眼唇卸妆水 就说过好多次啊 没什么好说的 一个小盒子 里面是这个 是我看洛王宇推荐的这种小冰锤 就是你在挤完黑头之后 可以用它去冰一冰 鼻翼这些地方帮你收缩一下毛孔什么的 打开里面就是这样 它是那种塑料的 用来冰敷的面是金属的 这个应该是要放到冰箱里 它的那种冰敷的效果会更好吧 但是这个金属面本身就是很凉的那种 好舒服啊这个 我买的好像是小号吧 它的大小就刚好可以用来冰敷鼻子这块 感觉还蛮可爱的 下面一个是 啊是我买的这个 我的囤货 米诺第二的囤货 它还送了一个这个头皮按摩器 你们记得吗 我当时花了100块钱买这个头皮按摩器 天哪 真的是冤大头本人了 你们听它的声音 像小纱锤一样 好像这个质感确实是没有我买的那个好 但人家这个是个赠品 基本上呢功能也是没有什么差别 就这样按摩一下还挺舒服的 米诺第二的话我是买了三盒 我用的这个是5%的 是男士女士都可以用的 三盒差不多够我用的半年了 因为我现在的用量比较少了 应该也不用我过多的做介绍了吧 就是如果你的发际线有点稀疏的话 可以去用一下这个 但是你在用之前呢 要去网上做一个充足的功课 比如说它会让你全身的含毛 加重这些附带的效果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再去买 就是要自己先做好功课 然后呢买了两盒也是囤货 是给Coco买的 它的蛆虫药一个体外的一个体内的 哦 真傻还挺重的 这个是我买的牙膏 这个也不用多说了 就是我们家一直都在用牙膏 我是买了 看一下 买了5支 但是这个我不是在他们旗舰店下单的 我是找的那种英国代购 因为我觉得旗舰店的价格不太划算 还是应该比较划算 差不多就是60多块钱一支 下面这个是啥呀 哦 这个是 也是我的囤货 之前给大家推荐的也是我今天眼睛上戴的这个美瞳 Truth Me的蜜糖水锅酒 我最近戴的一直都是这一副超级超级的喜欢 就是这样稍微有一点点踪踪绿绿的感觉 我去拍婚纱照那天戴的也是这副美瞳 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所以就跟你们说一下 我是在市客的那个天猫店里买的就满简各种的加起来 一盒才40出头 很便宜 这个品牌也不用我多说吧 我真的是他们家的忠实顾客 便宜又好用喜欢自然款花色的一定去尝试一下 好 哦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暖足贴 因为我就是冬天脚特别冰凉 所以我看到首页给我推了这个就想说买来试一下 拆一个来看一下吧 这是暖宝宝的另一种形态 你把脚从中间套过去晚上睡觉的时候 它就会让你的脚心一直发热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你也不能说它鸡肋 但是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必要 下一个 啊 这个 这个我真的超级想把它拆开 但是我还是忍住了 想说在视频里一起来拆 你们看到的包装 超级的好看 这个是我买的杯子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买杯子 隔一段时间就要买一些新的 要不然就觉得生活缺少一点点乐趣 那这个套是这样子的 是透明的小玻璃杯 还带了一个盘子 它这个杯子的把手和盘子的边缘 都是这样的小猪猪 超级的可爱又干净 这个呢就特别适合来喝咖啡或者是喝茶 大小刚刚好 或者是早晨喝牛奶 这个小碟子你就可以装一些小点心之类的 是不是超级的可爱精致 好喜欢 这个也超级超级的好看 这个质感好好 你们看 这个好美 它是那种就是粉色的 你在转动的时候 它还会有一些彩色的光泽 这个好美 我看图片的时候 我还以为它是那种很薄的玻璃杯 但是它这个超级的厚 它这个杯壁 是那种双层的玻璃杯 这个好喜欢 太美了 好精致 啊 是我的奥伦纳素 这个就是之前 够那个双十一清淡里跟你们说 我觉得超划算的那个套装 还配了一个这个面膜的搅拌棒 和一个小的面膜碗 上面呢就是28片面膜粉末 下面就是28瓶面膜的精华水 这个太有幸福感了 我今天晚上就要来做一下 这个套装真的我觉得买的很值得 下一格是啥 这个箱子好长啊 剪刀真的超级难拆的 我不是换了一个电脑吗 然后最近那个书桌上缺一盏台灯 所以就买了一个 这个 为什么感觉跟我想象中的有一些差距呢 我当时挑了好几个灯 让谭帮我选 结果他说觉得这个好看 这个台灯就是长成这样的 不知道咋说 工业风 然后很原始的金属的质感 你看这个电线都是那种外露的感觉 就是特别的粗犷的那种感觉 不确定这个会不会好看 但是我觉得有点危险 等我到时候组装好了 再跟你们放一张照片在这里吧 还有一个小灯泡 先把它拧上去吧 好 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很工业风的台灯 先放在这里 下面一个 刚才能说我买了一箱吃的 这个是一个 就是那种韩国的 我看一下 韩国的一个辣味粉条 就长成这样子的 有的时候晚上就特别想吃一些那种 辣的 然后汤汤水水的东西 这样小小的一杯 吃完也不会觉得很撑 如果好吃的话 再跟大家分享 下一个是这个 这个我已经拿出来吃了 是我买的那个 五穀末房的黑芝麻丸 以前买过那种有糖的 天哪真的是噩梦太甜了 所以这次就想说买五糖的来试一下 它这个五糖的 嗯 里面就是这样子 黑芝麻丸 我先吃一颗 嗯 它刚吃到嘴里的时候 你会觉得 味道有一点点奇怪 因为就没有什么甜味 但是呢 你嚼着嚼着 它那个甜味就会出来 我觉得它这个五糖 对我来说已经就蛮甜的了 我就是想每天吃上一两颗 可以让我的头发比较强韧 但是这种 嗯 生发的话 就不要抱我太大的希望了 然后这一箱 就是我之前说 我买的那个高丽生茶 是长这样子的 打开之后呢 里面就是这样 嗯 一小包一小包的 像是板栏根冲剂的那种粉末 它这里写的是 适宜免疫力 第一下者 每日三次 每次一包 让我来 嗯 尝试一下 看看喝了之后 我会不会 精力变得比较好一些 一共有三盒 好多啊 我要喝到什么时候去 有个小盒子 这个还没有拆开 这个就是我买来送给大家的礼物 我之前说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看的那个Dior的礼盒嘛 它里面 哦 它送了好多东西 这边写的应该是一个小的化妆包 我就不拆开了 这个呢 就是 呃 那个口红套组本人里面有四只口红 还送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香水小样啥的 这个礼物我记得是在双十一 呃 视频那期的底下抽奖 到时候让我们看看是哪位幸运观众获得这个礼盒 然后是一个 这个看起来像衣服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是两件衣服 这个是Sage他们家的 这个毛衣呢 就是那种很秋日的 呃 焦糖栗子色吧 很简单的这种坑条纹 袖子是比较宽松的 整个穿起来呢 应该就是比较随性休闲的感觉 我身上这个外套也是他们家的 以防等一下可能会有小伙伴问我 这个是一条黑色的裤子 它是那种西裤的质感 有一点点滑滑的 裤脚有一个那种小的翻边 西烟裤 萝卜裤的裤型 就是胯的地方 稍微比较宽腿的地方 有一点点收 但是不是收得很紧的 也是比较宽松的 这种裤型也是我衣柜里面最多的一个 我现在已经在这个快递箱的中间 行动艰难了 这个也是衣服 这个超级的好看 这个也是我在小红书上看别人穿 觉得很好看的那种 它其实是一条连衣曲 然后整个布料呢 是那种米色的亚麻质感 版型超级的好看 腰的地方收得很好 下摆的地方 它是很多层布料这样叠起来的 所以会有一个喷喷的感觉 这件呢 就是有一点点复古感的那种 到时候把那种模特图放在这里 真的横移 到时候我穿了出去拍照 也会发 下面这条裙子也超级的好看 这个领口做的超级的精致 你看中间是连着一颗小珍珠的 袖口也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超级的好看 就会显得整个人很温柔 很气质的那种 现在秋冬季节 你就把它穿在这种毛衣外套也好 或者是大衣里面 当一个内搭都很好看 怎么这些箱子都这么大呀 我现在已经有一点点体会不到 拆快递的乐趣 而是觉得很累 这个是我买的洗手液 它包装好可爱啊 你们看我就比较喜欢用这种挤出来就是泡沫的洗手液 很方便 然后是我买的 这个盒子 好精致哦 买了两个蜡烛给你们看 超级的好看 它是长成这样的 一个白色的 它就是上面是这种 棋盘格的感觉 一黑一白 超级的有造型感有没有 上面都是有这种凹凸不平的棋盘格雕刻 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看 摆在家里就是那种艺术装饰品的感觉 有没有 超级的喜欢 你还可以把它这样叠着放 下一个是这个 在Blue Lemon家抢的一件上衣 他们家真的活动 做活动的款比较少 而且也特别难抢 我这次本来就没有选几件 就选了一件这个和一个运动bra 可能就晚了那么半分钟 那个运动bra就没有了 这件它就是一个这种高领的深灰色卫衣 然后没有兜的 上面有这种坑条纹 我觉得这件还挺好看的 就是很宽松休闲的款式 像平常去健身你穿在外面 或者是出门随便吃个饭 或者在家里面穿都挺好看 就很休闲随意的感觉 是五折买的我觉得 就还比较的划算 如果是原价的话 我就不会买了 好重啊 这一箱好大 这个也是面膜 欧莱雅他们家的安平面膜 发来的都是我喜欢的老板的安平面膜 我是觉得这个老板的用起来 比较的清爽 就没有什么负担感 这一箱全部都是安平面膜 太多了 我的天哪 你们看我的沙发 一整个已经堆成山了 这盒里也是全部都是安平面膜 好 满足 然后呢就是我迫不及待 拆了的几件衣服给你们 简单快速的来分享一下 到时候我应该会出那种 就是穿搭的视频 穿上身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件我觉得超级的好看 这种颜色就是不用思考 非常非常的适合我 它是这种特别特别柔软毛茸茸的材质 穿起来就两个字温柔 它也是那种比较宽松的版型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但是呢它这个面料里面 我觉得单穿还是会有一点点渣 可能需要穿一个打底之类的 下面呢是这个 怎么都是白毛衣 这个我当时就是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发微博嘛 就超级多人问 大家感觉好像都蛮喜欢这种风格的 整个胸前还有背面都有这种 做的很精致的刺绣印花 这个刺绣的颜色搭配的也很好 这种紫色绿色还有橘色 就是特别的鲜很干净 你可以就是把它全部系起来 当成一个上衣 也可以就是在里头搭小吊带 或者是裙子做一个开衫都很好看 好了那今天的开箱就是这样了 我们家现在的客厅就是 乱到一个不行 我录完视频之后还要再 泡沫 我拆完快递还要收拾客厅 好惨 那之后陆续到的一些快递 如果好用的话 也会在以后的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